一辆车停在路边动弹不得 夜间执行的轮天派出所 远景刚好路过看到上前关心 发现车主不是当地人 在人身地不熟的情况之下 车子无法发动 不晓得该怎么办 警方先是跟村民借电来发动 发现还是没有办法 只好帮车子送到保养厂来检查 民众表示说 虽然车子没有马上就修好 不过远景及时的救援 真是让他太暖心了 一辆车就停在路边动弹不得 夜间执行的轮天派出所 远景刚好路过见状 马上向前关心询问 才发现车主不是当地人 在人身地不熟的情况下 车辆无法动弹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远景先是跟村民借电来发动 始终没有动静 最后还是将车辆送到保养厂来检查 民众表示 虽然车辆没能马上修复好 但是远景及时的救援 真的是太暖心了 我确有看看 你发动弹 班局长陈维文说 结果检视 辖内各分柱派出所 原设指引民众受招 但是因为时间长久 以及风吹日晒雨淋 入夜之后亮度明显不足 不易发挥指引民众 洽工以及报案功能 逐将16个分柱派出所的 终招全部更换 并且加强照明 换装之后的终招显而易见 有效发挥积极指引 以及安定民心的功能 记者高双双 周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周西湘采访报道